灼灼烟火味,罪斧凡人心 大家好,我是高汉宇 陪你一起好好吃饭 陪你一起倾听关于美食与爱的故事 下面的故事来自于新事项的粉丝明慧 大而暑假,我在北京做兼职 想吃顿好的 和舍友去了火锅店 一看菜单,觉得超级贵 连锅底都要钱 咄咄嗦嗦地点了两份蔬菜 一份鱼豆腐 我旁边坐了一个阿姨 四五十岁,一个人 开始没注意到她 直到她放下筷子又要了一份肉一份菜 然后笑着跟我说 小姑娘,那帮我个忙吗 我吃不下了 这两份菜还没动过 要不你们帮我吃了吧,可以吗 当时一愣 然后超级开心地点着头 阿姨笑了笑,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当时真是傻傻以为她是真的吃不下 后来再想明白,是特意给我们点的 我想 也许她是个母亲吧 下面的故事来自于新事项的粉丝小白 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白 我至今还怀念的一顿饭是高中时给同学过十八岁生日 那时我们都是住校生 出不了校门 叫了外卖 本来想带去教室时 谁知那天领导来巡逻 只好转移到顶楼楼道 楼道没有桌子和椅子 我们就蹲在楼道里 听着别的班念书说话的声音 嘻嘻哈哈地吃 黑漆漆的 四五个人下筷子 都不知道自己夹的是什么菜 现在 当时一起吃过饭的朋友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 那碗饭吃了什么菜我也不记得了 但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十八岁的夜晚 那种快乐我不再有 我也不再有了 灼灼烟火味 罪抚凡人心 大家好 我是高汉宇 陪你一起好好吃饭 陪你一起倾听关于美食与爱的故事 下面的故事是来自于新事项的粉丝毛大花 初三时 我转学到一个私立学校 因为家里困难 在食堂呢只能吃馒头 一次一个馒头 买一袋五毛钱辣条 可以吃三次 我的班主任 一个大大咧咧个子不高 有啤酒度的男人注意到了我 每次打饭 他会站在我前面 打好了等我 等轮到我打饭 他会告诉我 只打馒头就可以了 然后 把他的菜 倒在我的饭盒里 说 初三学习辛苦 多吃菜 虽然那只是食堂的饭菜 可在我心中 比得上世界上任何的山珍海味 我一直想高考完之后去看他 告诉他 我考上了哪个大学 但是高二时 恶号传来 他胃癌晚期去世了 没有学生知道 学校也没说 师母说 老师不希望我们难过 有他的温暖 我才走出了那个落后的村庄 现在我已经工作三年了 户标很艰难 但想起他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这种感情 我无法用任何修士词来表达 就像现在 我就是哭着打完这些字 老师带给我的 真的很多很多 很多 灼灼烟火味 最抚凡人心 大家好 我是高汉宇 陪你一起好好吃饭 陪你一起 倾听关于美食与爱的故事 下面的故事 来自于新事项的粉丝撒娇 我最难忘的一顿饭 是和男友第一次见面吃的饭 2020年第二天 我一个人去看戏 开眼前 转票的女孩 没及时把动态码发我 我以为自己看不上了 跟当时还不熟的他吐槽说 他说 如果我看不上戏 他就推掉朋友的局来找我 我最后进去了 还是发微信给他 按时散场后想吃夜宵 他真的来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晚有道菜 是齿之凤爪 他觉得太咸 我执意让他吃 还放水里涮了涮 因为呢 那是我夹给他的菜 后来 他成了我的男朋友 陪我吃了无数顿夜宵 我也胖了 见二十斤 我承认那晚有预谋 想让他陪我吃夜宵 在北京 有人陪你吃夜宵 是一件难得而幸福的事 如今 在为减肥烦恼的同时 我也沉浸在幸福里 原来 好吃的不是美食 而是两个人的美食 原来我预谋的 也不是夜宵 还是 有人陪 有人陪